過去的農業時代 這股如果是幫助主人來增加 覺得是家裡的一份主 現在股股的人已經很少了 覺得不用說要看到這股內餐的貴賓 透過農民林家梁就特別搖車一間 有在股股的親戀農民 也有經驗的老債婦 看到股來到餐年 實質證著和參與寡棟的大人和小孩來參觀 希望可以照著這個趣味的方式 讓大家來了解農業 透過農工時間的文化感情 這股車走在路上欠大家的注意 因為現在要看到這種情景已經很少了 感覺怎麼樣很刺激 有沒有坐過牛車以前 沒有 要轉彎的時候會有點刺激 會刺激髒嗎 會 第一次坐 如果等一下有機會上去的話就上去 這股車在過去的農村來說 這是普通的交通工具利益 要真的感受造成的困難 就要來體驗擂山衝浪的感覺 有點恐怖 就會有點髒步 然後後腳會比較痠 那邊就變比較高 然後就很怕掉下去 那以前有衝浪過嗎 沒有 你根本沒有想過在田裡面衝浪對不對 沒有 看起來很輕鬆 做起來其實沒有那麼好做 對 身手入門真的難度很高 滿有觸感的 對 然後體驗滿 身分不同意 不一樣 如果我自己去體驗 怎麼會知道 原來來餐這麼不簡單 尤其是在水餐裡面 要走就很困難 竟然不用說 要做餐 以前牛跟田 它是跟人 是一個很很親近的 很很重要的 它的一個部分 對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整套的 那個跟牛巡乱農法 去做給大家看 把它用在教育上面 讓大家小朋友知道說 我們以前是怎麼生活的 尤其是 人跟牛的 它的那個情感 因為以前人跟牛 它是家人 它還 它不是主仆的關係 就是因為 用牛近做的農村文化 在要消失了 所以土口的農民喝家糧 在要搖車 又有在持久的好朋友 和老傢伙 典現傳統 給親主來了解 我是專門在教育 我老爸可以 你們就很小 就開始教育了 我十多歲 我到時候就在教育了 就花點時間 讓它平靜一下 就先 先讓它繞個兩三圈 讓它熟悉一環境這樣 對對對 結合社區跟學校裡面的師生 有沒有 把這個最傳統最寶貴 即將快要消失的文化 就是經過一些老師傅 他們來傳承 不能看過有的大人小孩 躲在旁邊 躲在後面 躲在對 人躲在對 這種的感情其實不小心過 只是需要有人 製造機會 中心転現 台灣農村的迫事和人情味 因為有這個人的野情 可以繼續團成下去 記者靈一靈 蔡芳報道 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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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転現